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来挑事的 果然 猫狮女一进屋子 就把院子里一个小神塔里的项链拿走了 他们一进屋就看到了一个金色雕像的小女孩 这个雕像看起来还蛮恐怖的 不过他们也没有在意 他们明明是来指教的 第二天直接先去市场里买包包了 晚上还去酒吧 在里面遇到了也是西方人的三个野男人 有个野男人看上了黑发妹子 她有男朋友 但是她就是不说她有男朋友 猫狮女搅局一下后 三个妹子就把野男人带回家了 三个人一人一个 守在对方身上上下摸索 有个野男人拿出一瓶烈酒 他们就开始喝了起来 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妹子们都看到 自己手里拿着刀子在杀野男人 而且还很可怕 很血腥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屋子里面没有尸体 妹子们都觉得那是梦 但三个妹子都觉得这件事发生过 回头一看 房子里的雕像不见了 他们去随便找个当地人问问情况 一个看起来就很恐怖的小女孩带着她们七绕八绕 终于绕到了一个神婆那里 神婆讲了一堆有的没的 给了她们三个护身符 回到家后 她们发现了三个尸体 原来自己杀人是真实发生的 是被雕像里的小女孩 附身杀死的 黑发女扔掉了自己的护身符 然后被恶灵附体了 开始乱杀人 隔壁的老爷爷也在被鬼折磨着 她和助手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 果然是意外 让小女孩死了 小女孩报仇的故事 谜团解开了 屋子里不知为何只剩下一个女孩了 她打开视频通话 让男朋友坐飞机过来 还诡异的一笑 看起来是想要继续杀她的男朋友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部片子实在草点太多 除了拍摄地点在泰国之外 这部电影几乎和泰国没有什么关系 里面的泰国人也都讲着很标准的英语 这部电影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大概是不要随便找指教老师来教你英语吧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乐影时光 谢谢 请 感谢观看